开火 将军 苏芝 你为什么要被派暮 因为我是大下人 身上 我的是大下的邪 你是坚挺坚挺 就是你指对我的嫌疾 你猜对了 但是已经晚了 那你怎么会在一起 我应该都要给我 我選一名 再站在一起 你怎么这么 我爱你 我爱你 再来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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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跟上 方阳前辈元帅归国 楚将军 欢迎回家 见过国主 楚战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大厦的神威元帅 从此掌管龙骗 与我平起平坐 国主 你不用急着拒绝 这都是你拥折的 十五年前 你接受国家的任务 你叛国贼的身份 打入M国内部 涉嫁盟冤 受尽委屈 现在圆满完成任务 你配得上这个身份 能为国效力 是我的荣幸 国主 既然大事已毕 我有十五年未曾归家 我想先回家看看家人 我已经下令 册封你女儿为天下第一女战士 并且由你主办册封大德 你到时候可以好好见见她 不过 我这有份资料 您先看看 这是 晓晓 嗯 不长这么大 而且战功不少 不愧是我主战的女儿 我也是最近才得知 十五年前 你的妻子江灵儿 已被活活烧死 谁杀了我老婆 我要给她报仇 你 我 救命 我 我不会 你在这两年 出战两队 出战 再出战 妈 十五年了 楚战一天都没有回来过 没有解释 没有忏悔 他不仅背叛了大侠 还背叛了我们整个家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他 杀了这个叛国贼 是您先刷掉 卖国的那里 将军 您父亲楚战 找到了 你们就是病人的家属 病人怎么了 病人现在的情况很不乐观 身上陈年累积的旧伤 多达六十多数 再加上遭遇极度的悲痛 所以才会陷入深度闻迷 虽然经过抢救 脱离的危险 但恐怕以后 只能是这种 几近植物人的状态 那还有办法能醒过来吗 有 只要能刺激到病人 大脑身处最重要的东西 还有醒过来的机会 但 这很难 是 好我知道了 医生 你们先出去吧 嗯 大人 您别太难过了 叔叔他 一定能醒过来的 你们也出去吧 我想和他 单独聊聊 是 爸 十五年没见了 你知不知道这十五年 我一直在找你 每一时 每一个 每分每秒都想 亲手把你这个叛徒给杀了 十五年 你没有一句解释 当年为什么被判大侠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 妈妈死了 被他们 钉在火柱上 活活烧死的 将卖国贼江灵儿 带上来 施以火刑 烧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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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灵儿 一帮主战 窃绝大侠机密 叛徒敌国 他就是一个叛国贼 楚家一家 都该死 我 叛你死刑 你们放过我妈妈 你楚家 川国跟我们没关系 你们放开 我们没错 小小 不要怪你爸爸 还是有口中的 小小 你记住 千万不要 嫌你爸爸 你爸爸是 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他不是韩国贼 别人不信他 我没有相信他 妈妈 相信爸爸 妈妈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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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因为你 是你孩子的妈妈 对不起小小 我对不起你们 爸爸对我问心无愧 但对你们 爸爸愧疚 爸爸后悔啊 还好 老天有眼 让你回了大夏 让我有了报仇的机会 小小 爸爸不怪你 爸爸只能自己 没有照顾好你 楚战 你没听见对不对 楚战 你知道吗 妈妈在临死之前 还在让我信你 让我别恨你 但你是怎么对她的 十五年 你永无音许 让她蒙受不白之约 真可笑 你这样的人 也会流眼泪 但可惜 你这滴眼泪 不是忏悔 是怕死 对不对 好 今天 不杀你 等你什么时候死 我会对你发起 全国审判 我要让你在 全国人民面前 认罪伏法 洗脱妈妈的冤屈 但在此之前 你我父女 断绝关系 晓晓 爸爸从未抬身怕死过 你放心 我欠你了母女的 我一定会还 等我晓晓 一定要冷着我 大人 您父亲他身体 怎么样了 那个人渣 不是我父亲 不必管他 如今 我已晋升 大夏第一女战神 好好准备 今天的寿勋仪式 是 楚灵霜啊 楚灵霜 没想到你这 大夏第一女战神 父亲竟然是个 叛博子 得此机密 真不把我这些年 在你手底下伏梯作响 不知道我把这个 消息传出去 你这大夏第一女战神 的位置还能不能 保得住 说的是真的 楚灵霜的爹 真是十五年前 那个叛国贼 当然是真的 我亲眼所见 还有资料为证 还能有假不成 天赐将军 你既然已经知道 楚灵霜是 叛国贼的女儿 你该不会 还要娶 那个冰哥的围棋吧 你要是娶她的话 那我可怎么办呀 你可比那个 鱼木脑袋 有意思多了 等我把她玩腻 自然就会睡了 真的 可那楚灵霜 马上就要成为 大夏第一女战神了 她要是赖着 你未婚妻的身份不放 一个叛国贼的女儿 还妄想入我秦境 至于大夏第一女战神的位置 我想让谁做 就让谁做 楚小姐 只是恭喜了 从今往后 您就是这大夏 第一女战神了 是啊 您这地位 以后比一周的总督 都要高呢 感谢各位的厚爱 诸位放心 我楚灵霜 绝对不会忘记 各位的帮助 授勋仪式 现在开始 有请我们今晚的主角 楚灵霜 楚将军 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秦天赐将军 来为第一女战神 颁发战神勋章 居然是秦将军 授勋 传闻 不是神威元帅 亲自来授勋吗 秦将军授勋怎么了 他可是我们大夏 最年轻的二度将军 地位游在你战神之上 由他给你战神授勋 合心合理啊 我听说 这神威元帅 好像是因为什么事 就来不及 而且你有所不知 这楚表姐 正是秦将军的未婚妻 你为了夫家为她授勋 也正是看中 楚表姐的准宪 妈 你看到了吗 女儿没有给你这位 女儿自将军登大夏 第一位女战神之位 此前之后 我就能为你死说 当年的冤屈 今天 我们大夏将诞生 第一位女战神 我很荣幸 将由我 将这枚代表 战神的薰伤 消 天子 谢谢你 六如烟听令 是 从今天起 你就是大厦第一位女战神 可号令三军 红领七玉 是 柳中燕接令 秦天赐你什么意思 秦天赐你什么意思 秦将军 您是不是搞错了 女战神不应该是 楚灵霜楚小姐吗 楚灵霜 她也配 秦天赐 我家将军十八岁参军 五年血战未曾一败 是国主要将这大厦 第一女战神之位授予她的 为何不配 秦天赐 授我不配 难道 她柳如燕配吗 没错 我就是比你更配 当这大厦第一女战神 你也不想想 你一个卖国贼的女儿 也配嫁给秦少爷 攀附秦家 简直痴人说梦 柳如燕你闭嘴 将军怎么可能是 叛国贼的女 就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是啊 楚小姐战功赫赫 她的父亲 怎么可能是叛国贼啊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都不信是吗 这 这不是十五年前的叛国贼 主战吗 我在电视上见过他 没错 这个叛国贼 萧承辉我的人是他 都看到了吧 这就是证据 楚灵双 你敢说一句 他不是你爸吗 好 不是 我没有这样的父亲 好 那个楚灵双 你还真是一个不忠不孝的白眼狼 你为了嫁进秦家和第一女战神的位置 你连自己亲爹都不认了 好 很好 死不成认是吧 我让你死个明白 这里是一份DNA鉴定报告 上面显示了 楚灵双与楚战的DNA相似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几 你 就是楚战的女儿 楚灵双 你就是这个叛国贼的女儿 证据确凿 还不打算承认吗 我说了 她不是我父亲 她虽然和我有血缘关系 但我早已割发断心断绝了妇女情意 笑话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妇女血脉至亲 你说断绝就断绝 就是 我看她就是舍不得女战神之位 在这儿演戏罢了 汉国贼的女儿 根本不配当战神 若欣 没错诸位 据我所知 楚战双国十五年 今天为何又突然出现在大厦 很难不说是 回来策反她女儿楚人双的 而她们又寄予着战神之位 她不是想重演一下十五年前的叛国戏码 从内 重创大厦 你胡说 楚战和我十五年从未说过一句话 等我再见到她时 她已经是植物人了 何来策反一说 你说植物人 她就是植物人 那为何今天在医院你会单独见 如果你心里没鬼 你又为何会单独支开柳如阴等人 楚临双 你这罪人之女 才妄想亦飞冲天 至于这战神之位嘛 就更不是你能消想的了 等 住手 大人 楚临双 你就是叛国贼的女儿 身上就烙印着叛国贼的标签 如不自证清白 让众人信服 就注定做不了这战神 不过 我可以给你这个幸福 什么机会 你是楚家人 学的是她楚战的功夫 既然你想与楚战做分割 那不如 自分了 只要你能自证清白 便能堵住这幽幽众口 你 敢不敢 情况就是这个 楚将领身上有无数旧伤 再加上遭遇了极度的悲痛 所以 才会导致她这种激进植物人的状态 楚战将军 你不曾复国 是国家父母 那怎么让她才能醒 必须让她 遭受刺激 只有极度的愤怒 或者极度的喜悦 才能重新激活她的大朗神经 这一步 才让她重新醒过 什么情况 楚元帅人呢 张医生 秦家刚才来人了 把楚元帅给抢走了 说是要带去受寻仪式定罪 你说什么 这秦家 简直是混逆了 真敢动大夏第一元帅 你们 立刻传我的口令 去一趟受寻仪式 要是楚战少了一根汗帽 我要整个秦家陪葬 是 自废武道 这不是直接变成废人了吗 她要是连这个都不敢 那不就恰恰证明了 她有反叛之心吗 楚灵双 你应该不会真的 与这叛国贼暗装勾结 有了谋逆之心吧 妈 十五 你在城中的 龙家路在一个区 必须自费一阵清白 但是 妈 女儿就算凭上性命 也要为你洗刷掉身上的冤屈 好 我可以自费武道 以阵清白 但我希望 你可以信守承诺 当着这诸位权贵的面 我自然说到做 请吧 动手 动手 快点动手 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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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害 动手 动手 怎么还不动手 他还在磨蹭什么呢 肯定下不了手 动手自正清白啊 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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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战神之位 楚灵霜 你还真是个蠢货 楚灵霜 厉害呀 修炼了十几年的修为 说飞就飞 那你也不用脑子好 行不行 你这现在修为尽尸 费人一个 有什么资格 继承战神之位呢 是骗子 你居然骗我 骗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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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年前那场大火的主持人秦龙 你还记得吗 他 就是我爸 十五年前那场大火是真好看呀 我还记得 你妈那时候被火烧得惨叫 差点从笼子里爬了出来 还是被我给一脚踹了回去的 是 是你们 我杀了你 秦天赐 一身修为敬费的蠢货 还敢跟刑将军动手 有点烟 你放开我家将军 楚麟双 让你再看一出好戏吧 让你好好看 你们楚家的每个人 都是怎么样被错过的样子 秦天赐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当然是 把你妈错骨扬灰了 爸 不要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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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很快 你们 我 都 你 江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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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次,什么女孩,请让你碎十万段 一个植物人,都成这个样子 怕不是听到楚麟霜的惨叫 要死吧 来人,给他泼上汽油 我要楚麟霜看着你 把他给我烧了 楚麟霜 还没结束呢 看着你那个叛国贼的父亲 是怎么被烧得灰飞烟灭的 天四将军,你这样太忍辞了 我倒想到一个好主意 哦,什么主意 武林霜不是口口声声说恨楚战吗 那就,让他亲手去点燃楚战 让他亲手烧死自己的父亲 牛耻 你们 是为大厦将领 为谋夺战争 是为骗我自肺,逼我杀父 成了我母亲的坟墓 隐庄庄一件件 我一定会上报给国主 啊 还敢威胁我是吗 来人 将他拖过去 把亲子帮他放火 坟布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烧死这个叛国贼 就能证明 你与叛国毫无关系 怎么办 静静不止 是罚警 好好看着,楚战争 好好看看你这个叛国贼父亲 今天 你就要亲手活活烧死他 你不是一直都想杀死他吗 现在机会我给你了呀 你为什么 又 这么抗拒呢 因为 他是我爸爸 但他 也是叛国贼呀 小小 不哭 小小不哭 爸爸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爸爸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放开我 松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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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 什么还是动我脸 我去看看 将军 这叛国贼好像身负重伤 动不了了 刚刚暴动 可能是一生轩的回光返照 所产生的肌肉反应 你放心 他现在除了眼睛 其他任何部位 都动不了 狗玩意儿 我快死了还够弄玄虚 吓老子一跳 楚政 楚政 爸爸 你都听到了对不对 早就醒了对不对 听到了 爸爸都听到了 你要是个男人 现在就给我起来 杀了几天次 你爸爸报仇 楚临双 到现在你还指望这个废物 只有我人来替你报仇 告诉我 你们都得死 各位 都看到了吗 楚临双 不仅没有处决这叛国贼 还口出狂言 求着楚战杀死 我和我父亲 这说明什么 说明楚临双 一直想谋害大夏忠臣 存有叛国之心 秦将军说的对 楚临双等人的叛国之心 已经招人若惊 我建议直接将二人格杀 大家意想如何 我反对 我敢肯定 你们是在故意陷害楚将军 众所终之 楚将军 是大夏第一忠臣 他为了大夏 付出了多少汉马功劳 他怎么可能会有反叛之心 再说 让一个女儿 牵手去杀一个父亲 就算他的父亲 是一个叛国贼 是问天底下 有哪一个人会下得去手 你们这分明就是在故意陷害 友谊陷害 你说我刁呢 无限 对 敢为楚临双说话 我一看你就是他的龙腾 该死 敢诋毁本家 就是诬陷朝廷命官 为楚临双开脱之人 就是叛国同党 罪该处死 你们谁还敢质疑我呢 你呢 秦天赐 滥用职权残害无辜 今天你做的一切 如果国主知道 定不会饶你 我残害无辜 滥杀无辜的人是你 箭在你手里 明明是你楚临双啊 叛国罪行被揭露后 恼羞成怒 当众杀人 然后被我现场制服 是不是啊 你何叔怎么这样 将军问你们话呢 你们聋了吗 请将军受到罪 楚临双叛国杀人 这是我们大家七眼所见 是不是啊各位 是啊 是啊 如此说来 我非但不会受到惩服 还能得到佳解 北帝无辜 来人 先送楚临双上路 你 老东西 别他妈一惊一乍的啊 急什么呢 你 等会儿就让你跟你女儿一块上路 你的意思是 这里有东西 东西 行 让你再拖延一点时间 去拿出来 说不定就是楚战的叛国物证 到时候人证物证俱在 楚临双 你和楚战 相悲彻底定在大厦历史的耻辱柱上 楚战 楚战 从今天请 你就是我大厦的神威元帅 从此掌管龙殿 与我平起平坐 龙 龙龙 龙 龙什么龙啊 怎么跪下了 龙头 龙头殉杖啊相军 龙头殉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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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到了将军 一个小时前 楚战将军确实被秦天赐 带到了楚小姐受训现场 他们显然是以楚将军为要挟 对楚小姐不利 混账东西 竟然敢绑架元帅 威胁楚小姐 好大的胆子 快 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受训现场 要是元帅受点伤 我就扒了秦天赐的皮 你放心 神为元帅 地位等同国主 秦天赐要是赶伤元帅一根寒帽 我定让秦家灰飞烟灭 这怎么可能 这勋章怎么了 秦将军怎么这么大反应 是啊 这勋章难道有什么特殊之处 秦将军 这勋章到底代表着什么 柳如烟 王你身为大下将军 居然连天龙勋章都不认识 这次勋章 便是我大下的身为元帅 真问龙天 抛令天下军队 地位等同国主 可天罗宣战只有一枚 怎么会在他身上 这 这 这岂不是 处斩就是 处斩就是 神为元帅 神为元帅 到底怎么回事 他当年明明被他大下 就连母亲都以为了死 难道 马当年说的都是对的 他真的是有苦衷吗 他真的是 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小小 爸爸会保护你的 爸爸现在有你 绝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完了完了 处斩 居然真的有可能 是神为元帅 就算处斩 不是神为元帅 只要是勋章在 那也是我们 惹不起的存在 完了 完了 此勋章 一定是假的 什么 假的 不会吧 怎么会有人 敢冒充神为元帅 那可是死罪啊 请教你讲 神为元帅 不仅是我大下 最高军事领袖 更是天下 无敌一般的人物 怎么可能会是 一个植物人 难道 我大下这十五年来转手为公 靠的是一个植物人 这简直是华天下之大计啊 对啊 神为元帅前两天刚回京城 军务繁忙 这才把授勋之事全权交由我秦家来办 会突然变华来江城 他妈是个植物人 秦宣四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楚令双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属些什么报信 难敢忘冲神为元帅 最佳一等 我看你们就是趁着神为元帅事务人身 来着寿君一世上浑水摸鱼 摸多大侠第一体战神之位吧 好啊 这幸丑的一家真会选时机 真是心机深沉啊 专门选神为元帅脱不开身的时候 拿一个假的勋章 把咱们骗到团团转 要不然说这叛国贼呢 简直是胆大包天 连十分元帅的勋章都拿不走 差点就给他骗了 勋章 是假的 不然呢 你一个叛国贼的女 不过还真想飞到这条边缝吗 楚真 老心 你可还在玩这种把戏 秦将军 楚家一家人先是叛国潜逃 现在又在这里冒充神为大元帅 两相都是子罪 请秦将军将他们立地格杀 立地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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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单单就杀了他们 太便宜了 犯了重罪 天怒人怨 必以急醒 来平息咒怒 宝林霜 不得不说 差点就被你这种手段 给蒙混过去 但可惜 你这个叛国贼的爹 就是致命了 我 我楚灵霜在世 不说顶天立地 至少报成守真已对世人 我没有叛国 天龙勋章之事为豪富之情 我楚灵霜 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 你叛国有仁政 伪造勋章 还有误政 你好意思说自己问心无愧 我告诉你 今天就算我把你千刀万剐了 国主也不会说我一个不是 大人 楚战 你满意了吗 我现在 白口莫辩 妈 我竟然天真的以为他就是神为元帅 我刚才真的以为他想救我 他能救我 你现在看我 楚战 还是那个楚战 只是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苦等十五年的父亲 想让我死 在战场上 是我生入死的战友想让我死 和我订婚的未婚妇想让我死 我宣战五年 凭着命保护的你们 绝都想让我死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是的 小小 爸爸没有骗 爸爸是真的想救你 好 你们就是想要我的秘识吧 给你们 今天 我以我血 正我清白 大人不要 楚战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成为你的女儿 想死 事情败露就想一死了之 楚战 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吧 想让我死的是你 不想让我死的也是你 秦天赐 你想干什么 你没听到我刚刚说的吗 你们 必须处 必须处以极限 才能平息肿禄 因为罪人 就得有罪人的死法 你想要清白 做梦 秦天赐 我家将军一声最重声誉 一声清白 你们太过分了 笑话 清白 卖国求荣这叫清白 伪造天龙勋章 这叫清白 对待这种罪人 剥皮抽筋 就算是便宜你们了 秦将军 我记得有一种古刑法 正好可以用在 楚灵霜身上 说来听听 这种古刑法呢 叫做千玉 先将其最犯的衣服扒了 然后在他的身上 浇融化的鲜水 一点一点地 从头淋到脚 然后让他从头烂到脚 淋到最后啊 他还会浑身浴火 真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感觉呢 天哪 这种酷刑我听说过 据说整个过程 极其痛苦 天水一旦接触到皮肤 就会渗用到血肉里面 这不见之下 就没几个人受得了 虽说今时不同往日 但对待穷凶恶极的 叛国贼 这种法子也是未尝不可 你说呢 秦将军 甚好 大人 你快走 还想走 来人 帮我把楚灵霜 上刑 我来为楚将军沐浴 那我来为楚将军谢家 你们干什么 不要 混蛋 你们这凶混蛋 放开我家将军 七切刺 也有熟运 你们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的 是你呀 不得好死的 是你呀 天子 敢东西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楚将军的皮肤好皮呢 我还有些不忍心呢 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否则 我一定 把你们随时我断 楚灵霜 我倒要看 你嘴到底多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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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动不了 秦京剧你别生气啊 既然楚战醒了 那就让楚战亲口认罪府法 我刚有一个好主意 这次你又有什么好法子 他们不是妇女吗 那就 楚战 既然你醒了 那我们就把十五年前 叹国的罪 连同你女儿楚临霜的罪 加一块清算清算吧 楚战 这就是你的报应 我没想到 不是我来审判你 是和你一起被审判 晓晓 相信爸爸 爸爸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晓晓 现在还在给我上演这父母情深的戏码啊 待会儿有的是时间让你在黄泉路上想 松手 老东西 你招什么情 怎么 想打我呀 就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站都站不起来 不就是废人一个吗 不妨告诉你 十五年前举报你叛国潜逃的也是我们亲家 该说不说你老婆总是真业 打了他三天三夜硬是没说出你的下落在哪 没办法最后我们只能把他给活活烧死了 谁让你处斩全家一军压我们亲家一套 处不掉 只能从你身边亲人下 谁在想十五年后你突然又回到大侠 但是没想到是这么一不半死不活的样子 你说说你 你这不是纯纯回来送死的吗你 今天 一定会让你亲家 抚灭 您听到了吧 这把废物说要让我们亲家不灭 这老公信 还是刚醒醒的 我还没清醒呢 他真把自己当身为大元帅了 沈 你别沉浸在沈为元帅的角色里太深了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你就是楚战 是一个叛国贼我大侠的罪人 楚战是我 沈为元帅也是我 唯独大侠的罪人 不是我 我叫你说 你是什么沈为元帅 我们大侠真有你这样的沈为元帅 那不如干脆举国投降算了 哪还有什么太平日子呀 楚战你够了 你永远都是这样 说话做事不及后果 你到现在还在编织谎言 沈为元帅 也是你能冒充的吗 去把宴会厅给我封锁上 以致我真的不许放出去 沈为元帅 也是你能冒充的吗 小小 相信我 我真的是 你 这是沈为元帅 你就动手啊 会把他报仇啊 沈为元帅 不是绝带无双 横压一世的吗 啊 身为元帅 身为元帅 也是人 也会受伤 也会痛苦 得知你妈妈的消息 我瞬间就获恭喜 数十年的伤 全发了 先锁死了七经八脉 让我一度成为植物人 小小 给爸爸点时间 等我冲破七经八脉 我让那些伤害你和你妈妈的人 都后悔 楚战 真是 太可怜了 楚战 你看看你看看 你亲生女儿都看不上 你这副装模作样的姿态啊 我知道 你就是怕死的 想抓住沈为元帅身份 这个救命稻草 但是 将来 永远都真不良 老东西 你就认命吧 有再多的理由 你也就是一个叛国贼 今天注定死在这里 你们这些蠢货 你现在笑得有多快了 待会儿 就会哭得有多惨 你跟楚战双 真的是一对父 一样的嘴硬 好 那我就先让你看看 待会儿 你会哭得有多惨 小小 我们不要 我让你们父女俩一起化成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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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伙 少小 爸爸的人来了 小小 爸爸的人来了 各位列祖列宗 我秦家大计 开启在即 请各位保佑我秦家计划成功 繁荣畅生 啊 我有件重要的消息禀报 怎么了 说 是国主那边的消息 说是国主今天清零江州 看望神威元帅 什么 神威元帅在江州 大夏国已经几十年没有神威元帅了 这个神秘的神威元帅 在前几天受勋之后 就突然消失了 那怎么今天突然出现在江州 难道 他的家是江州的吗 神威元帅地位 等同国主 不管此人是哪里人 也不管他是谁 我们秦家 一定要好好巴结 绝不能触怒其分毫 听见了吗 是 明白 不过家主 江州是天赐大少爷的管辖之地 天赐年轻 且身居高位 况且还有我派出的 英华国高手 功本武护着他 行事难免无法无天 我得打个电话给他 让他一定不能得罪 神威元帅 看 他妈谁啊 敢妨碍我处置叛国贼 秦天赐 不遵计法 陷害忠良 公报私仇 以下犯上 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你还不赶快束手就擒 你算什么东西 让我束手就擒 够敢问你 我乃神威元帅手下 冤大人的第一事务 青鸾 奉此冤大人令 捉拿归案 敢问 我够不够够 青鸾大人 真的是青鸾大人 怎么回事 我会 是青鸾大人 真的是神威元帅吧 这要是真的 展文不就死定了 我真的是神威元帅吧 做得还挺专业的 像这么回事 主战 这都是你安排来的演员吧 你还真是把神威元帅 这个谎言给贯彻到底了 呸 这那么难闯 你 你什么 不过还真别说啊 你这道具做得 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就是这男主角嘛 是个连演戏 都扶不起来的废物 你招死 神威元帅 是你敢侮辱的 怎么 想动手啊 来啊 既然演戏 那就给老子演到底 有种就朝这儿看 我擒天赐乃大侠 二品将军 我倒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胆子 招死 招死 在场的所有人 休想伤亲少女 一根头发 你是谁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秦家的大宗师 打遍樱花无敌手的 公本武 大宗师 不好 我才扫宗师进去 恐怕还不是大宗师的对手 怎么 不说话 怕了吗 初战 一个叛国贼而已 你真以为靠这些 坑蒙拐骗的手段 就能杀了我 就能斗得过我秦家吗 秦鸾 千水破了我体内淤险 体内的奇经八脉 已有半数被打通 现在 替我护法 是 是 元帅 公本武 既然这些人都明顽不灵 那你就 杀了他们 是 住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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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湛 你看看你看看 你请的这些演员有多不专业啊 简直不堪一击啊 奇怪 这个女人看起来起码是小松狮进进 却对她文明是错 难道 你真的不是普通人 请天赐 还劝你马上收手 否则等会儿楚元帅醒来 要你好看 笑话 楚湛他要真是神威元帅 我他妈就神威元帅他爷爷 说不信 喂 爸 怎么了 告诉你个紧急消息 神威元帅就在江州 这几点给我老实点 你说什么 神威元帅在江州 没错 元帅配有天龙勋章 别人错人了 更别得罪他 秦将军你怎么了 没事吧 他就是神威元帅 他就是神威元帅 不可能吧 楚湛怎么可能是神威元帅 什么 他真的是神威元帅 难道他没有骗我 可是他明明是叛国贼啊 天赐你在说什么 楚湛 对啊 爸 楚湛他就在江州 他就在我这儿 他身上有天龙宣章 你看到 他是假叛道 胡说八道 那叛国贼楚湛十五年前 我亲眼见他偷取经历 再说了 他要是神威元帅 你觉得我们秦家 还能活到现在吗 但楚湛去了江州 必有图谋 你等着 我马上东西去江州 我就说嘛 楚湛怎么可能会是神威元帅 感情是一场误会啊 楚湛 不得不说你还真有点本事 这么一套组合拳被你打下来 我还差点针给你唬住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真的 就是 还装了你 龚本五 杀了楚湛楚临树 还我百姓一个真相 还我大下一个朗朗乾坤 是 住手 我知道 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但楚元帅一心为国为民 岂有你们放肆无命 你不是想要一个真相吗 要一个朗朗乾坤吗 那我还你一个真相 还你个朗朗乾坤 真相 什么真相 什么意思 自然是十五年前 楚元帅叛国的真相 在你们所有人眼里 楚元帅只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叛国贼 但你们谁都不知道 是他十五年前进了间谍的任务 只身闯入敌国 作为间谍 间谍任务 所以说楚战不是叛国贼 他是魏国效力的英雄 不是叛国贼 还是英雄 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 十五年前 是元帅置身一人闯入敌国 为大厦争取了十五年的发展机会 是他杀了上将史密斯 才为你们换来了今天的安定生活 而你们 今天却想让他不够死在这里 爸 你受苦了 够了 仅凭你一面之词 就想为处战翻案 我告诉你 别忘想拖延时间 今天处战处林双妇女 必死无疑 编处战是沈威元帅这种谎话都能编得出来 黑的都被你说成白的 大家谁信 对啊 谁信 屈不可弃 此情做不到 就觉得别人也做不到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七七 一群七七小人 怎敢对君子拼头论足 楚战 一个是宛容圣人的你 一个是叛国大道的你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 紫园将军 我们到了 这里便是树勋仪式的宴会厅 秦家 若是元帅大人少了一根毫毛 我必将他们抄我家灭门 怎么还真是纳了门 那叛国贼给你多少钱 让你这么卖力为他表演 接下来 我带你们玩一个有意思的游戏吧 拿家伙 秦天赐你要干什么 楚临双 这整整四桶汽油 都是特地给你准备的大礼啊 怎么了 看你这个表情 是要吃了我呀 啊 跟十五年前你妈被关进铁笼的表情 简直一模一样啊 不过你放心 我这人做事有始有终 一开始说要烧死 那最后就绝对会烧死你们 现在是时候用同样的方式 送你们去见你妈了 送你们去见你妈了 秦天赐 你不得好死 妈 妈 绝而不休 完成不了你的移决 不能帮你洗脱冤 不过 妈妈好像真的是你的冤枉 自然没有证据不能确定 但她好像真的如你所说 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秦天赐 你今天敢动元帅一分 我定把你锁石挽断 就凭你 你还动得着 今日你所作所为 在元帅醒来之时 你们的秦家 定会因你 为非因灭 是吗 上空见 等她醒来 一个废物而已 醒不醒来有什么关系 你们终究还是要 被我们一箭射死 令我分身的 元帅 通了 元帅要醒了 这气息 好强 他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气息 王侯 少主 快射了他 看你这第一箭 先射死这个老废物 不要 你 你 还不知 气息 小小小 爸 你 小小 你受苦了 从今往后 爸爸来保护你 接下来 交给我吧 今天次 我来受死 今天次 我来受死 好啊 主持 你一个植物人 还能醒过来 还能爆发这么强大的气息 装病是吧 你为小小的妈妈 在天上保护着我 我回他妈都被老子给养了 保护你们个屁 不过也好 欺负一个废 总觉得没意思 既然你醒了 那就让事情变得更有意思 你 公本武 你气息强又有什么用 我看你 顶多就是个宗师 而我秦家的公本武 是大做事 从十五年前起 你就是个连老婆孩子 都保护不了的窝囊 但今天你依然是 公本武 你给我上 少死 也许 公本武是大做事 你不是他对手 小姐放心 有事也肯定能理 小小 你放心 爸爸一定的爱他 你先跟着洪庄去罗上 等我解决了秦家这群渣子 再带你去医院 庭天赐 你们秦家杀我妻子 杀我女儿 今天 我要向你们讨回谢债 你要干嘛 这怎么可能 这楚战 竟然打败了公本武 公本武可是大宗师啊 大宗师高手 整个大厦都屈指割鼠 居然被楚战随周打败 难道 哪有他真是沈魏元帅 这不可能 楚战叛国已是事实 沈魏元帅何等人物 你们觉得 沈魏元帅十五年前会叛国吗 是啊 你是沈魏元帅 你是沈魏元帅 他竟然真的打赢了 楚战 十五年前的你和现在的理解 真是太若良心 难道是 你真的是鼎天地地的 十位元帅啊 秦天赐 告诉我 你想怎么死 楚战 不楚叔 楚叔叔 误会 误会的都是误会 误会 误会 以为我爱情的 伤我女儿 不她叛国 还想让她当众弑部 告诉我 这是误会吗 我错了 楚叔叔 一切都是我的错 一切都是我的错 饶了我吧 以后不敢了 饶了我吧 除了你 十五年前 你们秦家烽火烧死灵儿的时候 还有想伤害小小的时候 你们饶过他们吗 你 不能 杀 我 楚战 秦将军是秦家少主 更是这大侠二品将军 你敢动他 你跟你女儿都死定了 缺缺二品 如何杀不得 要向你们讨回谢债 向我 你一个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的窝囊费 还敢向我秦家就行 连龚本大师一招都接不住的废物 还敢大放绝词 真是可笑 龚本武 这只蛇还不动手 正是 从植物人恢复又怎么样 还不是废人一个 我猜 还有一块女后 被公民大师砸出肉泥 小心 不许 这 这 这 他欣赏把龚本大师打死了 不可能 龚本武是大夫吃 是 他怎么可能 青木天赐 你想怎么死 这是紫苑将军 是他 他是我们大厦的一品尚将军 还是龚念复殿主 还有那位 那位是国主的助理萧策 有他在 周同国主亲里 他们 怎么会突然来我们这里 见过将军 见过紫苑将军 小臭大人 大厦子愿将军 楚小姐不必行此大礼 我今日来 就是为你讨回公道 这就是我大厦的二品将军 何其嚣张 何其狂妄 何其霸道啊 秦天赐 你告诉我 是谁给你的胆子 竟敢如此肆意妄为 大人 搞错了 是他们 都是他们 都是他们 是他们想要杀我 是他们想要谋害 是朝廷忠臣 你 大人 你真的弄错了 是秦将军发现了 楚灵双的叛国之心 所以才想当众出去 你要杀 你杀那个叛国贼啊 放死 整个江州尽是些酒囊犯贷 你们可知道 你们口中所谓的叛国贼 究竟是谁 你们所有人到现在都认为自己没罪 是吧 楚灵不是叛国贼 难道他还是省为元帅 我没罪 是 我没有罪 没罪 好 我就让你们看看 你们到底错在哪儿 秦镇天国 你们镇国庄 秦镇天国庄 能应变起 这 这是大夏最高级一样 想了 郑国庄跟镇天虎都想了 是代表 代表 大夏进入了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 可现在是太平盛世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秦天赐流如烟 大夏一级战备 皆以你们的战备 你们而起 你们可知道你们犯下的错有多大 以我们而起 你觉得呢 楚小姐 这是我大夏的战神勋章 请您收下的 可是 我不是已经被取消战神司格了吗 我 小小 秦天赐所说 我是吓唬你的 大夏女战神之位 本就是你应得的 是啊 楚小姐 这本是你应得的 咱们 还不是 soit 对 对 是 这本来 这是 对 对 对 小军 不好 那界上有毒 刚刚我没发现 可能是无色无味的剧毒 来人 把楚小姐送到医院去 您放心 我已经联系了江州最挺尖的医生 楚小姐会没事的 我不服 助理大人 知道叛国贼 你们对他这么尊敬 是不是因为他又叛逃回国了 他是不是又掌握了什么 敌国机密 所以你们才这么重视他 就算这件事是我错了 但也不至于 镇谷明装把我逼上绝路吧 是啊 怎么能这样的 够了 整个江州竟是些酒囊饭单 黑白不分 不处之秦天赐 才是真的黑白不分 至于这人 他的身份 我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们 拜见神威元帅 起来吧 谢神威元帅 神威元帅 不可能 不可能 十五年前的叛国贼 怎么可能是神威元帅 也就是说 清兰将军之前说的都是真的 天哪 主张真的是神威元帅 哎呀 我们之前都错怪楚元帅了 炎二盗铃 自欺欺人 元帅 秦天赐是生是死 听您发落 灵儿 金山金是我一定要为你报仇 还你比一个公道 秦天赐的下场 就是秦龙的下场 也就是秦家的下场 出战 我错了 饶了我吧 啊 死了 你 爸 你怎么了 怎么了 蝎子 蝎子有危险 快 打电话给他 是 我这样就打 喂 什么 你再说一遍 爸 天 这 这 这次怎么了 天赐少爷 死了 死了 这次死了 是谁 谁杀了他 我让他死 爸 家主 家主 天赐 老爷 天赐 老爷 老爷 你总算行了 爸 你喝点药吧 快告诉我 天赐是怎么死的 是谁杀了他 家主 天赐少爷 是在楚灵霜战神授训仪式上被杀害的 而且杀人者被犹豫地掩盖 没揍了半点消息 并且少爷的手下也全都失踪了 我怀疑 他们已经全部被灭口了 好 好一个毁师灭机 好一个杀人灭口 好 爸 我记得 我哥曾经跟我说过 他对楚灵霜就是玩玩而已 不可能把战神之位给他 但现在万姐传来消息 女战神就是楚灵霜 很显然 他有问题 而且 我当然先传来消息 我哥在去战神仪式之前 曾把楚灵霜的父亲 楚灵霜 抓去了现场 楚灵霜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一定是楚灵霜搞的鬼 传我家族令 通知亲家所有人 从今天起 誓死追杀 楚灵霜和楚灵霜 不死不休 是 家主 我这样就去办 楚灵霜 没想到 你竟敢回来 还杀了我儿子 那就别怪我了 大人 你终于醒了 我怎么了 秦天赐这个王八蛋 在剑上抹了毒 大人您中毒了 是萧策大人 送您来的医院 那秦天赐 还我爸 楚灵霜 他现在怎么样 带您来医院以后 楚先生来了好几次 每次来都帮你 运功疗伤 好像 已经帮你 重塑了经脉 他还留了一颗药丸 说配合他 给你重塑的经脉 可以让你的功力 更上一层楼 之后 他接了一个电话 好像有急事 便匆匆离开了 恭喜大人 更进一步 是哪位 别管我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 楚湛在我手里 想要他活命 就来西郊的废弃工厂 否则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做楚湛 我最后再说一次 想要他活命 就来西郊的废弃工厂 大人 楚湛能力敌大宗师 那起码也是大宗师钢手 更何况 他还自称自己是神威元帅 怎么可能轻易被抓住 楚湛是大宗师 实力不达 但大宗师 也不是无敌的 至于神威元帅 那应该 是他听今天自作的假话吧 但不管怎么样 我也不能坐视 他被人害死 大人 这件事实在是有蹊跷 千万不可贸然行动 不行 我说我不去 他必死无疑 他再怎么说也是我父亲 秦少爷 我的处战 办得像不像 像 太像了 真的太像了 不仅能易容的一模一样 就连声音都如此相似 有你在 我秦家的计划 是办公了 秦少爷 您过家 秦家是我樱花国的朋友 帮助秦家 就是帮助樱花国 不过 我的弟弟 你放心 等你把接下来的戏养好了 我们秦家自会帮你弟弟报仇 而且 少不了你的好处 感谢秦少 小小 不要怪你爸爸 他是有苦衷的 小小 你记住 千万不要记恨你爸爸 你爸爸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他不是帮国贼 你也不信他 我没有相信他 从今往后 我给你断绝妇女关系 小小 不要 小小 爸爸说过 再也不会有人伤害你 初战 你既然觉得将人抛弃 那就应该远走高飞 再不回大厦 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算你 但你为什么又要回来 为什么又要保护我 我有很多话想问 你千万别死 放弃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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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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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朕 你没事吧 凌双 你 你居然真的来救我了 赶紧给我走 哎 既然来了 就别回去了 今天起 竟然是你 没错 楚丽双 你跟楚寨杀了我可还想一走了之 真当我秦甲是吃素的吗 你受伤了 不要惩 站在我身上 你小心一点 都给我上 拿下楚丽双 你 你 你 干得好 楚战 你 秦少爷 您说过的 只要我帮你抓到楚灵霜 您就会帮我抹掉 叛国贼的罪名 放心 说到做到 谢谢秦少爷 楚战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以为 你真的已经变了 现在看来 你还是已如今我的人渣 可笑 我居然还想着救你 楚战 我恨你 恨你一辈子 他昏倒了 好 抓住了楚灵霜 然后就该让他绝望 让他充满仇恨 这样 秦家的大忌 才更有霸卫 爸 您找我 天启 天启啊 天启死了 怕现在只有你一个儿子了 我们秦家这么多年的计划 你没忘吧 爸 儿子没忘 推翻大侠 重建秦盛王朝 让父亲您成为新王 这些年 我一直都在暗中跟进 好 我本来还想 再推迟 推迟 可他们现在 杀了天资 就别怪我心很手辣了 你听着 既然现在 出领霜 已成了战神 他就可以号令 大侠三军 统于七亿重兵 可以说 半国的兵马 他都有权调派 这对我们很重要 我要你活捉了他 想尽一切办法 从他手里 拿了兵权 儿子明白 把他带走 咱们先让他好好享受享受 这样他才能更绝望 更仇恨 走 国主 急着我来 是有什么事吗 坐吧 楚元帅 这个消息 你看看 这是我派人调查秦家 陷害你 残害你家人罪证的时候 意外发现的 这不查不知道 你查 这秦家全露下 十五年来 秦家一直按住敌部 向敌国出卖我大厦的 机密 兵器人口 甚至 还与樱花国往来 他们利用樱花国的高手 培养自己的势力 秦家这是有叛国之心 没错 所以我没有及时拿下秦家 就是因为他们背后的势力太大 国主 你有什么计划 我打算设计一场局 将秦家 国内的一些毒瘤 以及外面 寄予我大厦的敌国人 通通一网打尽 此事千年甚过 稍有不慎 便是一场腥风血雨 我大厦遭强敌环伺 现在又处于国力的上升的关键期 绝对不能祸起肖墙 发生内乱 所以我希望楚元帅能够出面 最小的伤害 把秦家和秦家的同党 消灭于无形之中 我明白 秦家还欠为比血债 女工余司 我必全力而为 辛苦了 楚元帅 等我认识其一道 你就是大厦新的国主 请进 国主 楚元帅 不好了 刚刚紫园真正传了消息 说楚元帅接到一个冒充 沈门将军的电话 楚元帅现在已经独自出发 说去往城溪郊区的 一个废弃工厂 去救沈门元帅 什么 有人冒充我欺骗晓晓 什么 有人冒充我欺骗晓晓 国主 晓晓有危险 我先走了 你快去吧 无论怎样 大厦都会帮您 喂 紫园 元帅 末皇黑手查到了 说 是谁 是秦家们的 他们好像有什么秘密计划 需要楚小姐的参与 所以才设计将楚小姐 骗去了城郊废弃工厂 因此 楚小姐现在应该性命无碍 我了解秦家人 心狠手辣 做事不及后果 不能将晓晓的安危 寄托在猜测上 我快到了 待会再说 晓晓 陈主 一定不要有事 哎呀 大人物就是好啊 哎呀 哥 大人物就是好 这么漂亮的小妞 我玩完以后 咱兄弟还有汤喝 这个小贵的神子 真怕 只要她还是个大人物 要不是她得罪了秦家 咱们这一辈子 哈哈 都不是不是这么棒的女人 不愧是大人物啊 就是在劲啊 什么人 敢闯钱家地方 不想活了 我不能明显 呃 我不能不能 呃 呃 呃 您双呢 呃 不要吓我吧 咱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下女战神 您双 呃 呃 我们不知道啊 是啊 楚战神位高权重 你就算是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动她呀 你们刚才无言会 说的是谁 我们说的 呃 是她 呃 她是谁 呃 她是从外地抓来的 监睛小姐 准备送到国外的奴隶 国外大人物 就喜欢这种高贵的女孩的了 啊 我可 呃 我们大下人当作国里贩卖的国外 呃 是 啊 呃 啊 啊 呃 呃 谁让你们这么做的 呃 呃 呃 秦家 还有王家 呃 好一个秦家 好一个王家 看来大下的蛀虫还真是不少呢 呃 不关我的事啊 他们逼我们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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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园 来一趟西郊废弃工厂 呃 这里有秦家和王家贩卖人口的证据 明白 嗯 别害怕 等会会不会来接你 谢谢 谢谢 谢谢大人 谢谢 呃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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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霜在哪儿 呃 楚灵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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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被二少爷送到齐家别墅了 呃 这不关我们的事啊 我们只是跟二少爷打杂的 呃 不杀你们 谢谢大侠 谢谢大侠 还是自由法律会延长你们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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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小姐 醒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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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让你落到如此近地 可见 她从来没把你当过自己的女儿 这种人 难道不该杀智儿后悔吗 楚战 你而再再而三的骗子 难道 你真的得把我当作你的女儿 那是将我视作你手中 能用责用不用责气的棋子吗 这样 楚林双 只要你交出兵权 我就把楚战大谢八块送到你的面前 如何 怎么 你 我试探透了楚战 我要是能活着出去 自然也会让他受到惩罚 即便我死才成功 相信上天也会处理这个人渣 这不代表 我会为此背叛大死 好好好 好你个楚林双 你丧队不怕死吗 九九你就杀了我 听人去 你这是在找死 你就别怪我们客气了 来人 你这个贱人上一套酷刑 我倒要看看 你能忍到什么时候 上 就从迎针开始 把所有招式给楚将军挨个来一遍 我倒要看看 你能忍到什么时候 你 才是你 我跟你说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死天青 王八蛋 你做梦 炸 每个手指头给我炸一根 这该太细了 给我换个粗的 二少爷不行了 这娘们骨头真硬啊 这么嫩的皮肤 骨头却这么硬 你 竟然如此 那就别管我亲手毁了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当然是让我好好爽一爽 亲手 反正都是受折磨 那不如换一个方式 他 上 都他们给我上 我爽完了他 你们谁都能杀他 谁是 崇利说 你不是很能打吗 啊 大虾女战神的本事呢 死鬼遭报应的 遭报应 哈哈哈 我遭什么报应啊 我再问最后一次 冰雪 你交不交 不交 我要让所有人都瞧瞧 女战神的滋味 嘿 杀了我吧 好 是你逼我的 我也没办法 既然你骨头这么硬 我就看看这大虾女战神的身子 能够硬到什么时候 不让我恨 哈哈哈 是你亲手把我拍到如此近 我就不敢相信你这个人 今天起 想怎么死 什么人 把持刀传我们前家 不想活了 楚灵创在哪儿 你就是楚灵创的父亲 叛国贼处战嘛 没想到 你竟然真敢来送死啊 交出我女儿 饶你们不死 笑话 我告诉你们 我们家少爷 正和你女儿办事啊 哈哈哈 我劝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 别坏了我们少爷的雅相 找死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啊 我女儿在哪儿 在地下是 魂子 小小 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爸爸 这是爸爸妈妈给小小秋的平安符 带上平安符啊 小小就可以一辈子平平安安了 灵儿 小小为我受尽苦难 是我对不起你们 那你尽管放心 从今往后 谁敢动小小一根汗毛 我就让谁不好过 救命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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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天奇 你想怎么死 啊 崇智 你怎么进来的 果然是杀紧对的 他难道 是能救我 真是可笑 现在是把我卖掉 现在有心心做胎来救我 崇智你到底想干什么 真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崇智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来逃啊 还敢闯我秦家 你是真的不怕死吗 杀我妻子动我女儿 你们秦家 到灭门绝户 是 崇智 你不过是大宗师级别 而这几位 都是我秦家大宗师级别的高手 今天 我就让你竖着起来 横着出去 上 滚 怎么下 这 这不可能 我们大宗师级别的高手 他们怎么可能 连你一招都接不住 你不是大宗师 你是战神 现在 我只是楚灵霜的父亲 还有向你们秦家讨债的复仇成 十五年前 他们一把火烧死灵儿 现在有百般羞辱我的女儿 今天 要让你们血债血偿 那我就让她跟我一起死 小小 你没事吧 少子是假惺惺 我现在这样 不都拜你所赐吗 拜 拜我所赐 我知道你是 你是因为关心我 才会掉入秦家的陷阱 你 说到底是我害了你 可是那个人 他不是我 少子这假惺惺的 给我装好人 你不会以为 我还会天真地相信你吧 人账 小小 你听我解释 你还解释什么 之前是你亲自把我骗到这儿 差一点失身给仇人 现在跑过来装英雄 到底想干嘛 他真这么说 你相信爸爸 够了 正所谓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看来欺骗就是你处战的本性 你 这个平安符 是妈妈求给我的 你不配碰 大人 太好了大人 您没事 我要你现在带上我的战神令牌 召集所有将士 这 大人您是要 我要亲帅大军 覆灭秦家 楚元帅 你说说你 以你的身受 当事无人能敌 怎么会躲不过楚灵霜的剑呢 我是可以躲 但我怎么能躲 灵儿因我而死 小小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苦难 也都是因为我 我亏欠她太多太多了 如果这一次 能让她好受点 那也是值得的 唉 可怜天下父母性 楚灵霜这丫头太绝 唯独不肯信你 元帅 假冒您身份的人查到了 是谁 此人名叫龚北一 是战神册封宴上 被你打败的龚本武的哥哥 同时他也是一名 樱花国易容术大师 就是他易容成您的模样 欺骗了楚小姐 区区秦家 跟樱花国的关联这么深 国主 秦家的反叛计划已经很明昌 就是有狼入室 联合敌对国家和樱花国的力量 达成他们自己的野心 我明白 大夏都已经被这些蛀虫腐蚀透了 楚元帅 您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我制定这个计划 演一场戏 先让秦家放松警惕 嗯 家主 已经跟樱花国沟图好了 好 他们怎么说 他们答应派出高手 帮助咱们拿下大夏国 并扶持您成为下一任国主 他们的条件是 您成为国主以后 要承认大夏是樱花国的附属 还要割让江南十三州给他们 好大的口气啊 他们樱花国 当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我这就去回忆他们 不 答应他 啊 夏林身边有个神秘的神威元帅 没有樱花国的帮助 我拿不下大虾 我明白 主战 我成了国主 看我不将你和你的女儿凌迟处死 一报杀子之仇 家主 还有个消息 国主助理萧瑟说 那个叛国贼处战已经被抓到了 国主明天就在中央广场处决他 还邀请您去亲自参观 处死处战 他不是叛逃回来了 而且还收到了国主的重用啊 兴许是国主已经从他的口中透出了机密 这个叛国贼现在没有用了 好 楚战 你早就该死了 只不过啊 让你这么痛快的死 也算是偏拟了你 对了 夏林除了我 还邀请了哪些人 大厦国境内各大世家 都在邀请名单中 太好了 真是天助我爷 亲父 在 马上同志因挖过使者 计划提前开始 明天 我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他们一王打尽 明白 秦龙 给我滚出来 秦龙 给我滚出来 是谁在外面还 听声音好像是楚灵霜 不好让家主 大厦女战神楚灵霜 突然派人暴围了咱们 他还说秦家有叛国罪 让家主您认罪服法 放屁 他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计划的 之前我让天启去捉拿楚灵霜 如今看来是这件事搞砸了 不过我还真是佩服这个楚灵霜 出生牛犊不怕火 以为他一个女战神 就能拿下我们整个秦家 家主 这件事情 请叫给我去办好了 好 不过你记住 明天计划就开始了 千万不能出任何疲漏 是 杜将军 你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硬闯我们秦家 这不太好吧 你们秦家叛国投敌 我今日来 是将你们缉拿归案 秦龙人呢 找他出来 你血口叛人 我们秦家一向做事都是文文文文的 哪来的什么叛国投敌啊 哼 还想起不变 既然不承认 别怪我不客气 所有人 走来 将秦家所有人拿下 是 楚灵 楚智儿 怎么是他 不对 他明明亲手上了秦天祺 跟秦家闹翻了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楚灵说 看见你爹投降我们 还这么有底气啊 我配合你啊 不过我劝你跟你爹学 反正投降 说不定我一开心 还能放你一条生命 爹做梦 他是他 我是我 他敢挡我 我一样会为大侠杀了他 方秦 我的人 已经包围了整个秦家 该出手就行的是你们 我 是吗 不好了大人 秦家隐藏了实力 我们的人 全被控制了 隐藏实力 秦家不仅勾连敌国 居然还意图谋反 对 你都会过来 你才明白过来呀 完了 你竟然想高蹈我们秦家 你觉得带这几个人够用吗 你最起码得带大下国的一半兵力 过来吧 可惜呀 你没那个胆呢 我挡住他们 你快走 快散国主禀告 请家意图谋反 想走 晚了 给我拿下 毁于顽抗争 杀 宣戏 是化国的飞瓢 还有一只只能勾牛 用的于是樱花国的武士 你们既然勾连樱花国 妄独涂谋我大侠 你们简直亲手不如 可以 这么快就猜到了 你们是疯了吗 樱花国那我大侠四敌 你们勾连樱花国 整个秦家 都会被钉在池乳桌上一辈子 只要我们家主 成功拿下国主之位 密室是可以改写的 到时候我看谁敢胡说八道 不行 现在一旦跟樱花国有意外 大家一定有危险 这件事必须告诉国主 不好 这是七血散 分析他能短时间的功力大卡 给我拦住他们 别让他们逃了 绝不能让他们把消息带给国主 绝战 该死 我该死 我的乖女儿 今天我给你机会 看看是你能杀了我 还是我能杀了你 大人 洪洲 你不用管我 你快走 不 大人 我保护你 你先走 今天谁都走不了 初战 恨国贼 我根本就不该对你抱有希望 我只恨没能杀了你 哦 漂亮 林双 看来现在你是恨透了 初战 既然你已经是煮熟的鸭子了 不妨说给你个真相听听 你觉得这个人 就是你父亲 初战是吗 你什么意思 公本一 要不然给他看看 是 你 你不是初战 我当然不是真初战 我那已经划过 宜容大使 公本一 之前骗我的 骗我的人是谁 是谁骗你的 当然 也是我 都是真的初战 去救你的时候 被你捅了一刀 你手 好不好像 大人 大人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女战神啊 你的父亲拼了命地想来救你 你却要把他给杀了 还是你够狠呢 是我弄错了吗 是我弄错了吗 那楚战呢 楚战他人在哪儿 他呀 他现在上了断头胎了 明天就要身上一出 我弄错了 他真这么说 你相信爸爸 够了 对不起 爸 真的对不起 我不应该不谢你 我不应该不谢你 真的对不起 别急 很快你就会和你的父亲在地下团聚了 大人 带走 谷主 元帅 斩龙大会的请帖 已经下放给了秦家 相信秦龙会带着他的人马 如约造场 很好 楚战 这一次你要面对的是整个秦家 加潜伏在大厦的所有外国势力 挽救大厦 胜败再次一举 一切都拜托你了 谷主放心 守护大厦 是我的职责 嗯 怎么 伤口还没愈合吗 我爱 小小没有真的下厮手 你放心 这次大会结束 秦家和外国势力负面 你的身份一定会增下大阪 楚灵霜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小小 明天之后 爸爸一定会让天下所有人知道 你是神威元帅的女儿 没有任何人能欺负你 今天这阵仗真不错 嗯 谢谢主 你也来了 这可是国主亲自准备的展龙大会 哪有不来的道理 是啊 我听说这次啊 大厦所有的世家都来了 你们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嗯 我知道 当然是斩杀叛国贼 养我大厦国威 王家者 参见国主 这次展龙大会 就是国主 为了斩杀叛国贼 处战而准备的 这 处战 是那个十五年前 盗走大厦机密 叛逃敌国的 叛国贼处战 不是他 还能有谁 原来是这样 我听说这处战 十五年前叛逃大厦 让大厦受到了重创 这种人死有余辜 大家请安静 我代表国主 欢迎大家 参加本次的展龙大会 今日 我们将按照大厦律法 将十五年前的叛国贼处战 斩首示众 以正我大厦国威 这是处战 我看着也没什么三头六臂吧 身为大厦人 却出卖大厦 真是卑劣无耻 该上 没错 像这种叛国贼 就该斩首 以正视区 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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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稍安勿躁 王八家主说得没错 我大厦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叛国贼 但此事事关重大 所以国主决定 将此次斩首的权利 交给秦家家主 秦龙 萧大人 是说我 老夫可是十几年 没提过刀子了 来 秦家主 您过签了 这个大厦谁不知道 您的五道敬仅 来大厦第二 当那个从未录过命的 神魏元帅 您的功能 可是无人能敌啊 是啊 不说五道 就说您这十多年来 对大厦做出的贡献 可谓是大厦第一功臣 这斩首楚战 就是斩龙大会的持刀者 这么重要的位置 舍您其谁啊 没错 十五年前 秦家族就已经火烧江陵儿了 为大厦除去遗憾 到如今同样的地点 也理应由您 来斩首楚战才是 您就不要推辞了 好 那既然如此 老夫就不推脱了 请问 您好 您好 我更加 您好 少认识 您好 您好 没想到吧 初战 十五年后 我们又见面了 青龙 你准备好了吗 初战 是你准备好了吗 回想十五年前 你我并称大下双交 可是无论是武道还是官位 你处处压我一头 我不服 凭什么 我要屈居于你 所以就趁我不在 无限我妻子 还放火烧死了他 没错 大初 我听到你叛国的消息 我高兴得三天没睡觉 虽然我想不明白 你是为什么叛国 但这不妨碍我 灭你全家 青龙 看到了吗 这是你老婆的戒指 我是从她的骨灰里找到 今天带过来 是给你看看 感想如何呀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熊龙 你找死 哎呀 你看看 说你两句 你就急了 可是你急有什么用啊 啊 哈哈 你根本就动不了我 忍重啊 忍重啊 还不是死 对了 我忘了 你现在只是一个叛国者 一个阶下丘 你根本就动不了我分毫 不过你放心 我杀了你 我会让你的女儿一起去陪葬 青龙 你敢 我怎么不敢 我不仅 我杀了你女儿 我还要把她 我皮抽筋 你 你想动手啊 来呀 来杀我呀 来 处战 青龙早已惊重赵大成 她唯一的弱点 就是极权学 所以在她挥刀砍你的时候 她的血脉 才会露出破绽 你一定要忍住 一招 毙命 我明白 哈哈哈哈 这废物就是废物 这个时候啊 一次反扑的勇气都没有 青龙 你会后悔的 是吗 哈哈 可惜啊 你是没有这机会了 伙主 我准备好了 可以斩首了吗 可以 这什么情况啊 我把绳子挣开了 主战竟然打伤了秦家主 这 怎么可能杀我 啊 啊 国主 这叛国贼 你还要不少本事 不过 下人是一个阶下球 而我 算是大厦第二的高手 没错 秦家主乃是大厦的第二高手 有他在 你就能轻松拿下叛国贼 一个叛国贼 能轻松拿下叛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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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战此贼 偷袭秦家主 再导致秦家主 无力再战 请您赶紧下令 捉拿处战 是啊国主 您快下等阻止吧 要不然处战会打死秦家主的 杀的就是秦龙 在你们眼中 秦龙是大厦第二高手 是无私奉献的家主 可你们又怎么知道 他在背后 做了哪些肮脏的事情 国主 这些都是秦家 违法犯罪的证据 把这些罪证 给大家看看 他秦龙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各位 好好看看吧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他这是要勾结敌国叛贼 他这是要叛国呀 我就说嘛 缠手一个叛国贼而已 为什么要用 斩龙大会这么个名字 原来是斩我秦龙啊 知道就好 秦龙 你的造反之举 叛国之心 都以人尽皆知 你还不束手就擒 做梦 夏琳 你当真 你当真以为你已经赢了吗 实话告诉你 今天 你非但斩不了我秦龙 还会让我秦龙 一飞中点 成为 新一人国主 动手动手 不好 危险 这 我 在这 快 不行 好身手啊 战 不过 就凭你一个人 心不起什么大了 追 国主就在这 都出来吧 这些是樱花国的高手 樱花国前十的高手 一人可破一城 现在都在这里呢 夏琳 拱手一行了 夏琳 拱手一行了 这 樱花国十大高手 再加上秦龙本人 只怕是我们这里 所有人加起来 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完了 彻底完了 这还没完呢 秦家主 我王家 愿与秦家 把守示战 共进退 夏琳 我看你真是 国主这个位置 做糊涂了吧 当真以为 仅凭处战一个人 就能赢我 灭我秦家吗 大错特错 告诉你 今天 不光是你 我出战在内 所有人 都得死 你真的就这么自信 当真以为 我赢不了你 出战 我樱花国 十大高手在此 你当真 以为你还能力挽狂澜吗 出战 别做梦了 是突袭秦家主 才让他受了伤 你不会真以为 自己天下无敌了吧 难不成 你就是那个 神秘的神威元帅 我呸 什么神威元帅 我看 这个神秘的神威元帅 那只是夏琳 也放出的烟雾蛋 一切都是虚晃的 要不然 为什么十五年来 这个神威元帅 依然 无踪无忌 秦龙 废话说够了吗 说够了 就准备赴死 处将军 你有把握吗 别忘了国主 我曾孤身一人战一国 最后肯虚而归 有我在 大夏琳 诸位 给我上 杀了处战 这怎么可能 羽族敌寇 奉奖为国 楚战就是神威元帅 神威元帅 掌握大夏一切军事 是大夏的基石 只是一个虚高在上的虚职 没想到 楚战他不是叛国贼吗 他是神威元帅 这怎么可能啊 这怎么不可能 你没看到刚刚国主 都给他行了半理 你真的是神威元帅 对 他就是大夏十五年来 唯一的神威元帅 他没有叛国 他只是以叛国贼的身份 打入敌国 为大夏开万事之太平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按我大夏律法 贩卖人口 死为一罪 居心这一不谋法 死为二罪 杀我妻子 如我女儿 死为三罪 三罪定罚 万死难逃 杀了他 杀了他 他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他 朱 没想到 你我斗了十五年 到最后还是急的差一争 来吧 陈威元帅 要杀要副 且有你便 守死 住手 楚战 你敢动我们家里 我就杀了那女儿 赢了 楚战赢了 秦龙 你跟我说的 这十大高手 各个都不比你差 我才跟你一起造反的 你怎么解释 他们竟然连楚战的一招 都接不下 你问我 我问谁 楚战 叛国征征十五年 我也苦苦修炼了十五年 他怎么可能强过我 那如果我告诉你 我经历了十五年的卧薪长胆 是无时无刻的痛苦与煎熬 是永无休止的鲜血与仇恨呢 不知道的是 你所拥有的安稳 修炼环节 靠我这双手 一点一点打拼出来 你更不知道的是 你在大厦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 我在外流了多少血跟汗 你还是处战吗 秦龙 我是你为同胞 而你却杀害我至亲 我不服 凭什么 凭什么你能超过我 为了今天 为了这个国度之位 我心情赢了十五年 凭什么 凭什么你一个人就得破了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他处战 曾接受任务 一人深入敌国 被造谣了十五年 内心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 就凭我们大厦所有人 都欠他一条命 你们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叛国贼 是吗 那现在 我来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 他是我们大厦的顶梁柱 大厦能有现在的璀璨 都是他打出来的 他就是大厦的英雄 是我们大厦的神威元帅 我乃大厦神威元帅 驱逐敌寇 毛家卫国 晓晓 清福 你放老女儿 放了他可以 先放了我们家主再说 放肆 赶紧放了楚灵霜 否则我要你请家陪葬 笑 放了他才是死路一条的 我再说最后一日 放了我们家主 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 住手 我答应你 没想到吧 出战 我死不了 放了我女儿 怎么可能会放 我知道你女儿就是你的秘铃 就算你丢了这条性命 也会保护你女儿的对吧 齐龙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我要你 乖乖跪下 然后自费武功 凑责 我现在就杀了楚灵爽 秦龙 找死 让我一下试试 不行 秦龙现在已经疯了 我要是真敢动手 他一定会杀了小小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 这神威元帅 为了女儿 不会连这点要求都做不到 秦府 在 那刻召集所有人 承拿国主 所有人 给我杀了国主 全都杀 秦龙 给我住手 祖战 叫你自费武功 听不懂吗 朕 我现在就杀了你女儿啊 你 爸 别听他的 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放过我 他的目标是你是整个大侠 你是职位元帅 要以国为重 是啊 楚元帅 要以国业为重 要以国业为重 是啊 楚元帅 你若不亲手除掉秦龙 大侠就真的落在秦龙手里了 爸 动手啊 上一次 我在国与家之间 我选了国 最后我失去了灵儿 这一次 爸爸答应过你 为保护你一辈子 你绝不食言 秦龙 你是我自费武功 你就放了我女儿 没错 我秦龙对天发誓 只要你自费武功 就会放了你女儿 我秦龙 若有违誓言 不得好死 好 爸 不要 快动手 不要管我 楚元帅 不要听信秦龙誓言 你不要听信 那就全完了 楚战 为了大侠你不能放弃 爸 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狗战 我要在拖延时间哪 倒数十个数 从此 现在就让他死 晓晓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 爸爸做不到 爸爸真的做不到 楚元帅 不要啊 你给我自费 大侠就全完了 楚元帅 现在不是顾及儿女私情的时候了 我们求你了 元帅 求你了元帅 为了大侠 求你了元帅 求你了元帅 爸 你是神文元帅 你要以国为重 小小 小小 怎么这么敢 去 老师 老师 你怎么可能 熊 熊杂 你把你 是鬼 楚朕又突破了 齐龙死了 青江亡了 楚元帅又救了大厦一次 楚元帅威武 神威盖世 天下无双 神威盖世 天下无双 神威盖世 天下无双 晓晓 你为什么要这么傻呀 爸爸能救你的 爸爸真的能救你的呀 爸爸说过 要保护你一辈子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 晓晓 你没事 爸 怎么这么傻 我不这样做的话 要看你被坏人 害死吗 爸 你别哭了 你可是神威元帅 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刚才是他 你看 爸不哭了 我送你去医院 啊 国主 我想请个长假 带晓晓回家 去吧 去吧 楚元帅 走 爸带你回家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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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